第131章 一致千斤 克拉格俱乐部地下靶场内 练完射击 克莱恩用心地保养了附赠的那把左轮 并把净化子弹 猎魔子弹和驱邪子弹的比例调整为3比1冒号1 呼 他吐了口气 收好左轮 整理了下外套 慢悠悠往一楼大厅返回 他刚才已经听试者提过 今天的限量供应是香肩龙骨鱼 刚入自助餐厅 克莱恩就看见了熟人塔利姆·杜蒙特 这位有头棕色短卷发 出身破落贵族家庭的马术教练 这目光没有焦距 实不知味地用着午餐 克莱恩端着自己的餐盘过去 坐了下来 打了声招呼 塔利姆扭头看了他一眼 嘴唇吸动了几下 沉默了三四秒 最终 捏入着开口道 夏洛克 你认识 认识那种有奇怪能力 很厉害 很少见的人吗 认识 你面前的就是 克莱恩微动眉毛 为做正面回答 你想做什么 塔利姆张了张嘴 但什么也没说 他神情凝重地思考了一阵 挤出笑容道 没什么 我就好奇问一问 上次问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该怎么办 这次问是否 认识有奇怪能力的人 这是想把对方解决掉 彻底斩断你朋友的念想 什么人值得你冒这种风险 请杀手等同于谋杀呀 克莱恩无声嘀咕了几句 切了块无息刺的鱼肉 塞入口中 塔利姆吸了口气 快速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 用餐巾擦了擦嘴 他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 请着笑容道 麦克想雇佣你几天 做他的保镖 麦克 约瑟夫 每日观察报 那位记者 我记得 他在金玫瑰里面的表演相当出色 克莱恩呵呵一笑道 麦克又想做什么 塔利姆摊了下手道 我不清楚 他只是随口提了下这件事情 好像与一件采访任务有关 他说 他后天会去拜访你 希望你有空接 这个委托 我并不能确定 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克莱恩 未做肯定答复 就在这时 他耳畔响起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来自一位女士 魔术师小姐 他准备好献计金钱 换取配方吗 克莱恩加快速度 解决完了剩余的食物 然后一口喝干红茶 到接待台 让侍者帮自己开了一间休息室 用灵性之强密封住房间后 他进入挥晤之上 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魔术师小姐 正申请举行献计仪式 弗尔斯之所以回头到现在 是因为他身上只有370金磅 必须去银行取出部分存款 一番操作后 他看见那450磅现金 消失在了虚幻之门里 而他的脑海中 则多了一份配方 序列8 戏法大师 主要材料 食灵者的卫带 深海枪鱼的血液20毫升 辅助材料 俄尔利制作的精油5毫升 现球草粉末10克 盛开的红栗花一朵 纯水80毫升 终于 终于得到了 好几年了 弗尔斯一阵欣喜 忍不住来回踱步 惆怅满志 旋即他不放心地拿出纸笔 记录下配方 以免出现遗忘 还得麻烦语者先生 如果不能遇到不懂行情的人 主要材料至少300磅一件 而我只剩430磅了 还得努力赚钱才行 我 我要写新书了 弗尔斯瞬间觉得自己充满了动力 不再是 之前那个拖延症中晚期患者 周三傍晚7点55分 携带着全部积蓄的克莱恩 感觉相当复杂地 踏入了智慧之眼 老先生举行聚会的那栋房屋内 他罩着黑袍 用兜帽的阴影 遮住了脸孔 并且还带了一张铁面具 1674磅现金 以及五枚金币 这是我身家财产的新巅峰 不知道这次聚会后 还能剩多少 克莱恩思绪分成地进入起居室 借着那朵摇曳烛火的光芒 扫了一圈 咦 要是没来 这是有事情耽搁了 克莱恩微皱眉头 坐到了上次那个位置 过了几分钟 智慧之眼 老先生轻拍手掌道 开始吧 他话音还未落下 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口 正是那位笼罩得严严实实 背后似乎有工匠支持的女士 他压着嗓音道 上次那位卖贿赂者 配方的朋友来了吗 我在 克莱恩简洁地回答道 那位女士明显松了口气 伸手推了下铁面具道 这次有你需要的非凡武器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现金 什么非凡武器 克莱恩暗纳住了内心的躁动 那位女士组织了下语言道 这是由神圣太阳鸟羽毛 编制成的鞭子 平时 你可以将它伪装成皮带 使用时 它将覆盖纯正的神圣的光明之火 凡是被它抽中的死灵类怪物 都会遭受极大伤害 其中较为弱小者 甚至会直接泯灭 它还能用来浸泡液体 制造太阳圣水 但这会让它的灵性维持时间降低 一次一个月 目前它能在13个月内有效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用它换贿入者配方 不需要 你再额外加钱 神圣太阳鸟 不是太阳神鸟啊 如果是后者的羽毛 我就要了 当然 只有维雨才行 那可以用来 调配序列四 无碍者魔药 克莱恩对这件武器 本身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问题是 和净化子弹 驱鞋子弹的作用 有不小的重叠 而且只能用13个月 每制造一份太阳圣水 还会缩减一个月 到时候 它又得补充类似的物品了 想到这里 它扭头望向主位 智慧之眼先生 您能详细介绍 上次提到的那根胸针吗 嗯 写在纸条上 并注明 能够让您满意的价格 它怕在场 其他人听完介绍后 也对那枚胸针感兴趣 从而把价格抬高 所以临时决定 让对方用书写的方式 好的 智慧之眼笑了一声 让逝者拿来了纸笔 它书写的时候 聚会成员继续着交易 甚至有人心动地 询问那根鞭子的价格 得到了等下再说的答案 过了一阵 智慧之眼写好介绍 通过逝者 交给了克莱恩 克莱恩展开一看 发现纸上的单词 都用着印刷体 看不出特殊的地方 很小心吗 它仔细阅读起来 太阳凶针 也可以被称呼为剩下 类比二级风硬物里 较弱的那种 以它为原型 十米范围内 将充斥纯净温暖的力量 正常人无法察觉 但死灵类怪物 将不断受到伤害 它们会如同炽热火球下的水池 飞快地蒸发着 哪怕怨魂和幽影 也同样如此 只是会支撑得更久一点 在这种环境下 强力死灵的实力 会明显被削弱 佩戴者很难被 邪灵类怪物附体和污染 能使用召唤圣光 制造圣水 光明之火进化之斩 免疫恐惧 神圣誓约和太阳光环等法术 缺点是 只要佩戴着它 你就永远无法感受到凉爽 始终处于可怕的炎热力 年轻人 不要小看这种状态 燥热烂乱的 你会一点点不入失控的深渊 只有出价到两千磅 我才可能卖掉它 不要试图讲价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算太缺钱 并且是一位收藏家 比我想象的要强力不少啊 上次智慧之言 老先生说的太含糊了 克莱恩看得怦然心动 思考了几秒后 侧头望向那位背后 有工匠的女士 九百磅现金 序列七模药配方 正常售价是八百磅左右 成交 那位女士毫不犹豫就回答道 早知道我开一千磅的 克莱恩挤出了一抹笑容 她是一位守信的人 没有反悔 用准备好的配方 换到了九百磅现金 身上的钞票 瞬间激增为两千五百七十四磅 这是足以让一位单身男士 一辈子都过得不错的积蓄 而经过智慧之言 老先生的鉴定后 那位女士又满足地看了一遍配方 序列七 贿赂者 主要材料 哭泣因而花一朵 怪脸大麻结晶 辅助材料 金色曼陀罗 枝叶五滴 黑色曼陀罗 枝叶五滴 迷幻草精油四滴 红葡萄酒 八十毫升 完成了这笔交易的克莱恩 吸了口气 望向智慧之言老先生 郑重开口道 两千磅 我要那枚太阳凶针 智慧之言呵呵笑了两声 坦白地讲 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卖 但既然我有了二 零八一 太阳凶针的存在 就不是必须 而且我已经开架 反悔不是我的风格 你等我三分钟 我去把太阳凶针拿出来 好的 克莱恩又肉疼 又期待地回答 这个时候 起居室内非凡者们的目光 都投射到了他的身上 两千磅的交易 在这个层次普通的聚会里 很少出现 一两年都未必有一次 而从这些目光里 克莱恩明显察觉到了 一定的贪婪和觊觎 短暂的静默后 交易继续进行 一直到智慧之眼回来 他摊开的手掌里 安静地 躺着一根暗金色的 做成太阳鸟形状的胸针 可以明显看到 智慧之眼脸上有了些许汗水 第132章 太阳胸针 你可以确认 之后再付款 照着戴斗帽长袍的智慧之眼 直接走到克莱恩身前 将那根暗金色的胸针递给了他 很大气吗 克莱恩刚伸手接过 还未来得及仔细端向 就感觉到四周已变得炎热 连风都仿佛被烈火烧过 一吸入鼻端 就蔓延灼至肺部 这个瞬间 他仿佛离开了 阴冷潮湿的贝克兰德 正置身于北大陆中部的 沙漠和荒野 头顶是散发着 无穷光与热的太阳 周围是干燥到极点的 无垠黄沙 呼 让我想吃冰淇淋 克莱恩的额头 慢慢清出了汗水 但在铁面具的紧贴下 那些液体 却无法畅快地掉落 只能黏糊糊地盘踞于原地 通过直接地触碰 他察觉到了 往外辐射的纯净温暖力量 而周围的非凡者们 毫无异装 把凶针别在正确位置后 克莱恩发散灵性 将它们进入了 那暗金色的表面 轰的一下 他看见了漫天飞舞的 纯金色光点 接收到了诸多信息 这里面就包括 该怎么借助凶针 使用部分太阳领域的法术 重点在于 灵性的输入技巧 和配合地开启咒纹 其中 持续提供灵性两秒 凶针将召唤来一道神圣的 从天而降的光芒 净化死灵类生物 并对另外类型的目标 造成一定伤害 持续提供灵性五秒 并配合着用古赫密斯语 念出太阳这个单词 则能制造少量太阳圣水 这能驱除邪灵 赶走寒冷 净化怨魂 再加上强弱与剑短的区别 其余法术 也就对应施展出来了 光明之火 是凭空产生金色的神圣的密集的火焰 净化之战 是针对邪灵怨魂的有效打击 可以附加于子弹上 免疫恐惧能让佩戴者 不再感觉害怕 神圣誓约则是通过 默念对应的古赫密斯语单词 为自身短暂增加力量 敏捷 火焰伤害 或神圣伤害 太阳光环针对20米范围内的同伴 能有效提高他们的勇气 净化他们体内的邪义力量 感觉不错 除了不够诡异 没什么太大的缺陷 和我的魔术师能力正好互补 就是热了一点 克莱恩脑海内幻想的 竟是自己短衣短袖的样子 他卷起长袍 从里面的衣兜里 拿出了一叠叠钞票 加上刚才从背后 是工匠的那位女士处 得到的900磅款项 点数了足足2000磅现金 给智慧之眼的适者 数了三遍 最终确认无误 克莱恩看了眼迅速 撇下去的钱包 心情既喜悦又惆怅 他辛辛苦苦存的钱 又只剩574磅钞票 加5没金币了 不过 他也收获了自身的 第二件神奇物品 副作用明显小于万能钥匙 能力更为出众的神奇物品 太阳凶针 就是太热了 克莱恩伸手摸了摸铁面具 差点把它摘下来扇风 钞票金额回到了过去的他 不再考虑购买别的物品 安静地坐在那里 一直旁听到了结束 而受那2000磅大额交易的刺激 今晚的聚会相对活跃 比如 那根由神圣太阳鸟羽毛编织成的鞭子 卖出去了850磅 比如智慧之眼连续出手 买下了一本古籍 一件非凡材料 等到结束 智慧之眼环顾一圈 望向克莱恩 轻声笑道 你第一个离开 这是怕我被人抢劫啊 克莱恩诚恳到了声线 在适者引领下 走出了起居室 然后迫不及待地 脱掉戴东帽长袍 摘去了铁面具 他刚才已经尝试过 用灵性包裹和封锁 可以隔绝太阳凶针 对周围不间断地进化 避免他的存在 被其余非凡者发现 但负面效果却无法减弱 除非不戴在身上 为了保证我的精神健康 以后得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它 平常靠进化子弹驱鞋子弹 就足够了 克莱恩离开聚会地点 绕了个大圈子 来到勇敢者酒吧外面 他进入转了一圈 很快又走了出来 雇佣了一辆马车 没有意外 他很快就看见对面的位置上 勾勒出了一道 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身影 沙伦的外形没有任何改变 他语气飘忽虚幻地问道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你们可以挑选埋伏地点和时间了 确定好之后通知我 克莱恩平静点头 沙伦看着他道 好 眼见他即将消失 克莱恩又补了一句 让卡斯帕斯准备一箱炸药 零散着埋在预定战场的不同地方 沙伦默然了两秒道 史蒂夫也是爆破专家 不 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炸谁 克莱恩笑笑道 我只是想放肆烟花 沙伦静静望了他几秒 最终只是点了下头 目睹他的身影飞快虚化 克莱恩往后靠住相避 打开了车窗 让外面刺入骨髓般的寒风吹了进来 但是 他依然感觉很热 我在地球的时候就最讨厌夏天 嗯 我喜欢冰棍 雪糕 冷饮 西瓜 克莱恩一边咕弄着 一边将手伸入衣兜 握住了太阳胸针 这可是价值两千磅的神奇物品 回到明斯克街 慢慢往15号那栋房屋走着 路过鱼尔根律师家的时候 他下意失望了眼里面 看见了煤气灯 带着些许蓝色的光芒 有人在啊 克莱恩笑着 感叹了一声 额头是不断下淌的汗水 第二天 也就是周四一大早 克莱恩刚拿着报纸 从盥洗室出来 就听见了门铃被拉响的声音 谁啊 对了 塔利姆提过 记者迈克 约瑟夫今天会来找我 叮叮当当的动静里 克莱恩来到门边 身掌握住了把手 他的脑海内 已自然呈现出了来访者的形象 三十岁上下 黑色那只大衣 铜色半高礼帽 眉毛稀疏 蓝眼迷人 有两撇漂亮的小胡子 但皮肤相当粗糙 正是每日观察报的新闻记者 迈克 约瑟夫 早上好 迈克 塔利姆告诉过我了 克莱恩开门打了声招呼 那没太阳凶针毫无疑问 被他扔到挥舞之上了 迈克 约瑟夫拉了下领街道 抱歉 这么早打扰你 我等一下还有别的事情 我明白 克莱恩客气道 用过早餐了吗 要不品尝下我烤的吐司 迈克顿时露出了微笑 这真是不好意思啊 如果还能有一杯热咖啡就好了 牛奶也行 我看你有定新鲜牛奶 好的 克莱恩跟着露出笑容 他忙碌着烤好了吐司 倒上了牛奶 拿出了奶油吸管 然后坐了下来 什么也没说的吃之半饱 对面的迈克 则一点也不拘束地享用着早餐 对沉默的气氛毫无察觉 呼 克莱恩吐了口气 放下杯子道 迈克 你想雇佣我保护你 迈克慢悠悠放好刀叉 喝了口牛奶 是的 大概两天 周五和周六 也许还包括周日上午 有谁想伤害你 克莱恩斟酌着问道 迈克呵呵一笑道 这是一种主动性质的自我保护 报社总编安排我去东区 码头区和工厂区 做一期调查新闻 据说有受某个教会 或者某位贵族的资助 你知道的 东区黑帮横行 到处都是恶棍 或者为了一口吃的 愿意出卖良知的人 我需要一位善于格斗 善于射击的保护者 而且 绝大部分私家侦探 都在东区有一定人脉 不是吗 我没有 我破案靠的都是玄学 不 推理 克莱恩想了想道 但我这几天 未必有时间 得等待沙伦小姐那边的行动 迈克忙清了亲喉咙道 我已经申请过了 十棒 这次的保护任务总计十棒 即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克莱恩笑了一下道 迈克 我是认真的 你明天这个点 嗯 早餐后来找我 我如果有空闲 会接下这个委托 要是确实忙不过来 我会给你介绍另外的侦探 同样善于格斗 善于射击 比如斯图亚特 比如卡斯兰娜 他脑海内 已然闪过了两个名字 迈克吃掉剩下的吐司道 没问题 早餐之后 克莱恩目送这位新闻记者 离开了自己的家 并通过秃度窗的玻璃 欣赏着外面 稀稀利利的洞雨 来来往往的马车和行人 欣赏着暗沉的天色 与一把把颜色各异的雨伞 总算有一次正常任务了 既为涉及非凡者 又不是找猫捉奸那种 可惜 不是凶手案之类的委托 否则我就能体验下 真正名侦探的感觉 真相只有一个 克莱恩思绪漫无边际地发散着 整个人处于一种 莫名悠闲的状态里 如果不是还记挂着 沙伦和马里奇的事情 他都打算好好放松一下 参观各种博物馆 买一张大剧院的票 听几次歌剧和音乐会 好好体验体验贝克兰德 这座大多市内 汇集的各国美食 嗯 转身往沙发区域走去 打算翻一翻还未看完的报纸 忽然 他发现茶几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张纸条 字迹捐秀而拘谨 今晚十点 勇敢者酒吧后门碰面 克莱恩愣了一下 扭头望向窗外 无声叹息道 终于要开始了吗 第133章 登台前的魔术师 晚上十点 勇敢者酒吧后门的小巷子内 穿着黑色双排扣裳礼服 头戴铜色半高礼帽的克莱恩 只是在这里转了一圈 就像上次那样 漫步往最近的街道行去 他刚走出巷子口 一辆马车就停在了他的面前 而玻璃车窗后 是马里奇那双 始终压制着恶意的褐色眼眸 克莱恩按了下头顶的半高礼帽 握着硬实的手杖 平静从容地蹬了上去 仿佛眼前的马车 是他自己招手喊停的一样 他坐了下来 理了理领结 如同复验途中的绅士 这样的装束不适合战斗 身穿白衬衣 黑马甲 紧身裤的马里奇 上下打亮了几眼 捏了捏突然皱起的眉头 看得出来 他对克莱恩的实力 还抱有一定的怀疑 只是选择了信任沙伦 克莱恩一派轻松地笑笑道 我和你的非凡能力不同 战斗风格也不同 这样的衣物 并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甚至还很适合我 比如 他的口袋很多 能将不同的物品 装在不同的地方 以免着急的时候拿错 将生命葬送在可笑的失误上 他边说边从缝制的某个暗带内 拿出了剩余的三支镇镜剂 要是调制的特殊镇镜 他话音刚落 另外一面车窗旁的位置上 飞快勾勒出了一道身影 穿黑色宫廷长裙 戴小巧软帽的身影 这正是一种途径的序列舞强者 怨魂沙伦 你解释的太多了 沙伦未来的眼眸望向克莱恩 与其飘忽地说道 不够自然 我只是想逐渐进入表演状态 克莱恩甘笑两声 给予了回应 大概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不等沙伦再次开口 他将那三支镇镜剂 递给了玛丽其 你自己找机会喝下去 我相信 你肯定比我经验丰富 不会喝得太早 也不会喝得太迟 更不会喝得太少 或者太多 玛丽其看着密封 而透明的玻璃试管 轻轻摇晃了一下里面的液体道 两支半 再多的话 我会真的镇镜 短时间内什么也不想做 很好 克莱恩赞了一声 转头看向沙伦 你们确定好埋伏的点了吗 沙伦轻轻汗手道 我们在前往那里的路上 他没有直接把预定的战斗地点 透露给克莱恩 很谨慎 很小心嘛 克莱恩想了想 转而问道 你们会因进化而受到伤害吗 活是会 我变成灵体状态时也会 沙伦非常简洁地做出回答 也就是说 当序猎武的怨魂 还处于有肉体的状态时 进化很难产生效果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追问道 曲胁呢 猎魔呢 因为要对付的是 同一条途径的强者 沙伦为作隐瞒 猎魔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曲胁能同时伤害身体和灵体 但都不够致命 克莱恩勾勒出笑容 吐了口气道 我明白了 他思索了一下 斟酌着再问 你们现在有感觉到 进化和曲胁的力量吗 没有 马里奇在旁边沙哑着回答 很好 从灵性之强变异来的灵性球龙 确实能隔绝太阳凶针的影响 但是 我好热啊 克莱恩暗自叹息了一声 转而确认到 怨魂史蒂夫 活施杰森和狼人泰尔 除了身红月面 还有什么神奇物品 或者非凡武器 我们不清楚 马里奇又一次捏了捏眉心 显得有些烦躁 大战在即 本就压制着恶意与欲望的他 难免会有些情绪方面的波动 沙伦安静地听完 语气不见波澜地回答道 受身红月面的影响 杰森和泰尔会处于较为疯狂的状态 即使他们有神奇物品 也没理直去使用 除非是被动刑 马里奇补充道 而对狼人来说 手爪就是他的非凡武器 我是这样 泰尔是这样 杰森也是这样 那能划破钢铁 自带毒性 克莱恩眼眸微转 点了点头 好了 我没有问题了 路人已经悉数的夜里 马车飞快奔跑着 轮子时不时撵过水洼 溅起细微的污点 过了十来分钟 马里奇让驾车的活尸 勒住了缰绳 克莱恩从玻璃窗户往外望去 看见了一个破败建筑阴暗层叠的地方 不远处 则有哗啦啦的流水声传来 这是废弃了一年 即将改建的西拜朗传物 我们预定的埋伏地点 就在他的仓库区域 马里奇开口介绍道 废弃的西拜朗传物 真要出了什么意外 塔索克河就是最好的逃跑通道 根据我之前的勘察 从这里出去 往西北方向 走大概两公里的距离 有一座杠杆教堂 属于蒸汽与机械之神 克莱恩迅速将周围的情况 回忆了起来 他下了马车 壮似悠闲地整理了下衣物 拿着手杖 跟随沙伦和马里奇 深入了那座即将改建的船物 走了大概有五六分钟 他们来到了 几座仓库围出的一片空地上 这里泥土黑鹤 枯败的杂草 倒覆于各个地方 一个木箱 则静静地摆在 僻静昏暗的角落里 那是你要的炸药 马里奇指了指道 克莱恩汉手道 你们不怕有流浪汉 将他偷走吗 这里的地下 睡着我的那些活尸 一旦有谁进入 他们就会将对方吓走 马里奇又分别指了几个地方 你埋炸弹的时候 避开他们 没有问题 克莱恩倾笑点头 转而问道 我现在使用净化和驱邪能力 会伤害到你的那些小家伙们吗 不会 沉睡状态的他们等同死尸 而且还有后世的泥土阻隔 马里奇给出肯定的答复 沙伦环顾一圈后 难得多话地说道 你在这里做你的准备 我们去把敌人引过来 这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请把握好时间 你做完准备 随即躲到一个仓库内 不要急着出手 一定要有耐心 不管场面有多么凶险 你都当作是正常的 等到我变得虚弱 深红月面出现 你再用那只眼睛 寻找史蒂夫 对他发动突然的袭击 而我也会使用我的神奇物品 配合你 克莱恩认真听完 低笑了一声道 很简单的计划 越简单的计划越有效 沙伦平静回应道 马里奇捏了捏额头 甩了下脑袋道 史蒂夫不是愚蠢的家伙 而复杂的计划 只要出现一点问题 就会全面破产 交流完毕 沙伦的身影瞬间消失 马里奇也快跑着离开了船物 目送他们离开 克莱恩从一兜里 拿出了一个方形小铁盒 上面紧贴着一层 灵性构成的薄膜 这就是从灵性之强 演变来的灵性囚龙 它能在一定程度上 隔绝某些神奇物品 对外界的影响 但无法改善 加于持有者的负面效果 当然 那种太过强力 或太过诡异的封印物 也绝对不是灵性囚龙 能够对付的 那需要专门地 对应的特别的封印环境 四座仓库 杂草丛生 地面因为之前的英语 有些泥泥 克莱恩抽出一张纸条 随手一抖 啪 那纸条迅速绷紧 坚硬的仿佛铁板 克莱恩握着这纸条 迅速在空地中央 挖了个很浅的坑洞 将手里的方形小铁盒埋了进去 和外界只隔着薄薄一层泥土 紧接着 他从木箱里取出一根根炸药 分别埋在了不同的角落 和不同的仓库里 最后剩下的几根 他全部埋到了 靠近中央的地方 做完这一切 他掏出左轮 再次调整了子弹的比例 净化三枚 驱斜两枚 将左轮塞入腋下枪袋内 克莱恩整理了下衣物 来到两间仓库的夹缝处 丢了个指人在那里 丢在了买好的炸弹上面 他又审视了周围一遍 随即掏出另一个方形铁盒 解除掉外面的灵性球龙 取出了那根太阳鸟形状的 暗金色胸针 郑重地将它待在了左胸位置 呼 克莱恩吐了口气 离开这里 到外面转了一圈 丢了些不起眼的东西 并点火烧掉了用过的那张纸条 回来之后 他攀爬至某座仓库的顶部 躲到了阴影里 伸手点数和确认好各种符咒 纯露和草药粉末 克莱恩摸了摸铁制卷烟盒 趴地打了个响指 他之前丢在两座仓库 夹缝位置的指人顿时力气 变成了一位 穿黑色双排扣肠礼服 戴半高丝绸礼帽 拿印十手杖的绅士 这绅士的位置 相当偏僻和隐蔽 从外面进来的人 很难看到他 而有了他的代替 克莱恩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了原地 不过 他的视线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能清楚地看见 通向这片空地的道路 哪怕已经做好了准备 哪怕经历过很多的战斗 此时此刻的克莱恩 依然有些恐惧 有些忐忑 再好的表演 也可能被人看穿 而且 对面还是位 拿着神奇物品的 序列武强者 还有一位序列六 和一位序列器 这就是每一位魔术师 登台前的状态吧 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 压制着内心的种种情绪 和身体的燥热发烫 今晚 飞红的月亮 一直被云层遮着 空地里只有些许微光 没过多久 克莱恩就看见三道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靠近 一前一中一后 第134章 活狮和狼人 跑在最前方的是马里奇 他略显凌乱的头发 被风完全刮向了后面 脸部的表情 呈现扭曲般的争鸣 他的速度 比处于最高峰的 蒸汽列车还快 搜的一下 就来到了那片空地的入口 可就算这样 他依然没能摆脱 后面的追赶者 离他最近的 是位脸色和他 同样苍白的男子 对方的脸上 有几块不明显的黑斑 仿佛腐烂伤口 愈合后留下的痕迹 眼中的恶意 则完全不加掩饰 不做压制 像渴望新鲜血肉的活狮 更胜过人类 克莱恩猜测 这位应该就是 序列6的杰森 杰森和马里奇的距离 保持在七八米范围内 时而拉长 时而缩短 反反复复 来来回回 而他们后面 十几米的地方 一道身影被越甩越远 那是个瘦削 但健壮的男子 头发剔得很短 根根如尖刺般竖着 他双臂摆动之间 手掌尖端有金属般的光芒 印着微弱的飞红月华 那是长如匕首的 一根根黑色指甲 狼人 泰尔 克莱恩在心里 默默念出了 对方的代号和名字 脑海内则浮现出了 泼洒满鲜血的墙壁 挂在凸起位置的肠子 落满一地的血淋淋断肢 和内脏 登登登 马里奇用尽全身 力气般奔逃着 杰森咬紧牙关 薄命追赶 他脸上愈合的黑斑 不知什么时候 已胀的透亮 似乎有腐烂液体将要滴出 两人锁过之处 地上的水洼 和泥泥土中的液体 飞快凝出了白霜 一寸寸冻结 酷败的野草 被两人带起的进风吹高 于缓缓落下的过程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着 朽化着 忽然 结霜的泥土里 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掌 准确地抓向了杰森的脚踝 啪 杰森扭转身体 用力一踢 直接将那手掌的腕部踢断 将它踢飞了出去 而端口处 血肉早已烂掉 一条条白色的蛆虫 争先恐后地往外如动着 马里奇停了下来 用右手捏住嘴唇 吹了声淒厉的口哨 碰 碰 碰 空地不同位置的泥土被掀开 一句句没有表情的尸体 坐了起来 与此同时 阴冷之风忽然打旋 数不清的透明幽影 仿佛闻到了鲜血盛艳的味道 谁也不想落后地涌向了杰森 有的拉他手臂 有的扯他小腿 有的干脆抱住了他的脑袋 杰森顿住脚步 哼了一声 那一道道幽影 顿时倒飞了出去 有的惨叫着消失 有的迷失于原地 近乎是瞬间 马里奇和杰森 同时抬起了右手 拇指竖起 搁在食指旁 食指则瞄准了对方 无声无息之中 隔断两人的空气炸开了 杰森随之退了一步 凌乱的头发 刹那枯萎了几根 往下飘落 马里奇 你还是这么弱 还是不懂得利用欲望的力量 杰森低压着笑道 这个时候 狼人泰尔赶到了他的身边 而负责此次行动的 序列武强者史蒂夫 还不知道在哪里 不要急着解决马里奇 等着沙伦来救他 史蒂夫大人即将赶到 狼人泰尔压低嗓音 对杰森说了一句 他旋即伸出鲜红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不知道沙伦脱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 他话音未落 忽然看见杰森扭过了脑袋 苍白的脸上阴残残一片 眸子里则隐约具现出了 两道相同的身影 黑色的宫廷长裙 淡金的头发 精致的脸孔 没有血色的皮肤 啪 他两只手掌伸了出去 掐住了狼人泰尔的脖子 骨头难以支撑的支嘎声 随之响起 愿临沙伦来洗 泰尔猛的吸气 让脖子鼓胀得像是水管 让那里长出了一根根黑色硬毛 短暂对抗住了 要捏断他气管和颈椎的力量 他的眼睛渐渐翻白 鲜红的舌头伸了出来 粘稠的唾液顺着嘴唇两侧不断下跌 可是 他的右手却转而稳定伸入了衣兜 打破了某个预设的灵性枷锁 整片空地带四周仓库 吐得亮了起来 飞红的月华充色满了这里 杰森掐住狼人泰尔脖子的力量飞快减缩 他的身后随之浮现出了 头戴小巧软帽的身影 泰尔的脸上 则露出了一抹得意和残忍艰巨的笑容 右手从一兜里 拿出了一轮缩小的满月 飞红的满月 那是一件不断散发着 宁静光辉的暗红色饰品 它呈圆月的形状 四周镶嵌着一枚又一枚飞色宝石 中间则是象征月亮的符号 和诸多神秘标识 沙伦本能眯起眼睛 退后了两步 虚幻飘忽的感觉迅速消退 他的双腿 似乎再也无法支撑他的重量 他软软倒在了地上 黑色的繁复的宫廷长裙 沾上了尘埃和泥泥 狼人泰尔举高那绽放 飞红轻辉的巴掌大小圆形饰品 喘息着笑道 史蒂夫大人说的没错 你们肯定会尝试反扑 而沙伦你附体操纵的对象 必然是比我高一个序列的杰森 所以 他把身红月面交给了我 你猜 他现在在哪里 这 这和沙伦预计的不一样啊 看来我只能自行选择最好的出手时机 克莱恩看得听得皱起了眉头 并强行按捺住了内心不断泛起的焦躁 这个时候 狼人泰尔梅急于进攻 因为他知道身红月面的效果维持越久 沙伦越是虚弱 马里奇越是痛苦 而杰森本就冷酷的眼睛 则多了抹蕴寒残暴的疯狂 再也找不到理智的存在 他也受到了身红月面的影响 但习惯放纵欲望的他 并没有产生痛苦的感受 而是对眼前的新鲜血肉充满渴望 呵 杰森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不像人类的低吼 裸露在外的皮肤汗毛根根转白 就在这个时候 沙伦艰难抬起双臂 用左手取掉了右掌戴着的那只黑色手套 而杰森正好扑向了他 四周的泥土随之覆盖上了一层薄冰 突然 沙伦的掌心爆发出了无穷无尽的虚幻光芒 他们吸食着沙伦的灵性 与这位人偶般小姐的身影前方交织成了一扇布满神秘花纹 充斥无法描述味道的青铜色大门 大门摇晃着 枝牙一声打开 裂出了一道缝隙 缝隙之内 一双双或苍白或透明 或长满牙齿 或血淋淋没有皮肤的手臂 伸了出来 跨过虚空 抓住了活尸杰森 一双双难以名状的眼睛密密麻麻躲在门后的黑暗里 静静地注视着前方的猎物 杰森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那一条条手臂抓住了 就被那一根根滑腻的虚幻的触手缠住了 就被那凸显出一张张婴儿脸孔的青黑色藤蔓绑住了 这些诡异的事物哭喊着 奸笑着 竭力将活尸杰森拖向门后 哪怕被嗜血和杀戮欲望完全掌控了思绪 杰森也本能感觉到了害怕 呵 他喉咙的声音豁然加剧 那条条让人头皮发麻的手臂上 顿时凝出了一层层冰霜 那凸显出张张婴儿脸孔的青黑色藤蔓则发出痛哼之声 有腐烂般的灼黄色液体不断下滴 拉扯的力量放缓了 但却没有消失 杰森不断驱使幽魂干扰 就如同将石头丢入了大海 他尝试着使用死亡领域的法术 也未能产生太好的效果 他的身体难以遏制地 坚定地一步不向着那扇虚幻神秘大门的裂缝处前行着 时而能挣扎着后退少许 因为预先服用过一支镇静剂的关系 马里奇梅被痛苦彻底打倒 趁此机会 拿出了最后那两支镇静剂 趴底折断瓶管 就着玻璃茶 一口气喝了一支瓣 他眼中压制的恶意减弱了 脸旁的扭曲恢复正常了 目光刷地望向了狼人泰尔 与此同时 刷地一下 泰尔受削但健壮的身体 消失在了原地 来到了十几米外 他的身影在那里勾勒出来的时候 原本的位置 竟然还残留着虚幻的景象 一道如有生命般的黑气 从地面腾起 贯穿了残像 摇曳着消失 泰尔使用的不是闪现 他并没有这方面的非凡能力 他依靠的身红月面 带来的极致速度 能拖出残影的速度 而这个时候 躲在仓库顶部阴暗处的克莱恩 也将左手伸入了衣兜 触碰向铁制卷烟盒 解除了表面的灵性囚龙 并轻巧地打开了盒子 他相信怨魂史蒂夫 肯定已经来到现场 否则这样 僵持下去 杰森肯定会被拖到 那可怕的门后 而狼人泰尔 即使有身红月面的加持 一时半会 也解决不了马里奇 到时候 沙伦在用神秘之门 对准狼人 身红月面就将改换主人 克莱恩的手指 刚易接触到 铁制卷烟盒内的全黑之眼 脑海里就想起了 就充满了疯狂的 误会的 可怕的一语 那是让人血管凸起 眼睛欲裂 头部随时可能爆开的 恐怖一语 而就在这一语里 克莱恩看见了 一根根诡异的 神秘的 虚幻的黑色细线 它们分成多组 有的延伸至沙伦的身体 有的来自狼人 泰尔 鼻子交错 却没有纠缠地 灌入了虚空 其中 不少黑线来自于 距离马里奇不远 但又为重叠的地方 怨魂史蒂夫 他要附体马里奇 克莱恩念头一动 缩回了左手 他没直接拔枪射击 而是打了个 没什么声音的响指 轰隆 两座仓库间的夹缝处 爆炸突如其来 翻腾的火焰和热流 让一道穿黑色双排 扣长礼服的身影 飘荡了出来 借此吸引到 别人的注意力后 克莱恩迅速拔枪 向着记忆中的那个位置 勾动了扳机 而与此同时 他胸前的 暗金色太阳鸟凶针 闪过了一抹流光 他将净化指展 附加到了净化子弹上 碰 子弹拖着 淡金色的光芒射了出去 第135章 可怕的怨魂 一抹淡金色的流光 转瞬极致 打在了看似 没有人的空地上 可是 那里却突地 腾起了璀璨的火焰 飞快勾勒出 一道穿黑色燕尾服 这暗红披风的身影 这身影的左臂位置 燃烧起了 神圣而明镜的火焰 不断冒出淡黑 而泛绿的烟气 映照着他苍白的 脸孔阴轻一片 这是位四十来岁的 中年男士 头发整齐厚书 泛着油光 一丝不苟 眼眸黑中藏绿 没有一点感情 没有丝毫痛苦 怨魂使地夫 他的脑袋扭了过来 木然 却充满恶意的视线 望向了位于 仓库顶部的克莱恩 克莱恩呼得正了一下 只觉浑身突然发冷 哪怕太阳凶针 带来的炎热感觉 也无法抵消 他的身体迅速僵硬 他的眼睛变得呆滞 他的眸子内 映照出了两道 同样的身影 黑色燕尾服 暗红披风 涂着发油的大背头 闪烁英绿的目光 四十来岁的苍白脸孔 几乎是瞬息之间 克莱恩就被控制住了 思绪也逐渐模糊 这就是序列五怨魂的能力 诡异难以防御的能力 还好他预先了解得足够充分 早就有所准备 并且驱邪 效果能有效抵抗 邪灵类生物的附体 所以 在本身思考能力 彻底消失前 他鼓荡起源于精神体的灵性 将他灌注入了 暗金色的太阳鸟胸针内 就在他抬手掐住了自己脖子时 半空呼地降下了一道明镜 而纯粹的温暖光芒 他就像来自太阳之国的光柱 带来了灿烂的感觉 和神圣的进化 将克莱恩完全笼罩在了里面 太阳领域的法术 召唤圣光 圣光之中 那无形的控制之力 陡然被削弱 克莱恩的眼睛 获得恢复了神采 紧接着 他的身影燃烧了起来 并变脆变胶 只剩下薄薄一张纸 而与此同时 两座仓库间的夹缝位置 因爆炸而腾起的火焰里 身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 带着铜色半高 丝绸礼帽的克莱恩跃了出来 他的手杖早不知丢到了哪里 他头顶漂浮的相同身影 亦被火苗侵蚀成功 化作片片灰烬 洒向了四面八方 克莱恩还未来得及确认自身处境 就感觉脚踝被无形之物紧紧抓住了 他的小腿 他的手臂 他胸前和身后的衣物 同样被牢牢拽住 早已开启的灵石中 克莱恩看见了一道道模糊而透明的身影 他们有的残缺不全 有的浑身血灵 有的表皮焦黑 有的苍白而阴冷 呼 克莱恩的脖子后面 吹来了一道不知远于何方的阴寒之风 记得他汗毛根根立起 难以遏制地站立了身体 他身前的暗金色太阳鸟胸针 忽然闪过一抹光彩 四周瞬间燃起了一朵 又一朵金色的虚幻的火焰 这些火焰散发着太阳的气息 因密集而连成了海洋 这是来自太阳领域的光明之火 围绕克莱恩的那些可怕幽魂 无声尖叫着消失了 他脑后的阴风 也被太阳凶针产生的燥热代替了 处于这样环境里的克莱恩 暂时变得安全 不由充满畏惧地感叹了一声 哪怕自己提前做好了准备 并且有了克制对方的物品 在序列舞的怨魂面前 单对单依然岌岌可危 表演险些在刚开始就已失败收场 而离马里奇不算太远的地方 这暗红色披风的史蒂夫身影 虚幻了少许 他左臂燃烧的璀璨火焰 在黑气的前扑后继之下 很快就彻底熄灭了 他闪烁英绿光泽的眼中 充斥满恶意和欲望 似乎也失去了理智 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此时此刻 有了刚才那一枪的提醒 马里奇已经与他拉开了距离 并指挥从泥土里爬起来的 表情麻木的活尸们 围追堵截着狼人泰尔 自身则绕着圈子 制造光滑的薄冰和腐烂的淤泥 试图影响对方的行动 狼人泰尔一手握着 绽放飞红光辉的缩小满月 没有停顿地跑动着 直到被活尸偶然堵住 才随手抓了下去 刷 那活尸被直接分成了六片 早就烂掉的血肉 和蠕动的蛆虫撒了一地 狼人泰尔愣了一下 不敢相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手爪 他这才明白 身红月缅带来的加成 绝不仅仅只在速度上 他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些强力 而诡异的法术 泰尔停止逃顿 转身面向了脸色苍白的马里奇 这个时候 活尸杰森离那道虚幻却神秘的大门 越来越近了 他的身上缠满了凸显出一张张 婴儿面孔的青黑色藤蔓 他被一支支或长满牙齿 或没有皮肤的手臂使劲拖拽着 他的眼睛几乎快贴到了那青铜色大门的缝隙处 欲一指指藏在黑暗深处 难以名状的毛子冰冷被试着 那里仿佛是他发自内心的归宿之地 不 被杀戮和嗜血欲望掌控的身体 开口喊了出声 齐齐凄厉 本代反扑的狼人泰尔一下顿住 咬了咬牙 将手中那轮缩小版的飞红满月扔了出去 扔向了怨魂史蒂夫 只有让续猎武的强者恢复力量 得到加成 战斗才能很快结束 活施杰森才有机会被解救 看到这一幕的克莱恩眼睛一亮 当即抬手打了个响指 啪 轰隆 深红月扬行进的路线上 一枚玉霾的炸弹掀起了泥土 往外吹出了满是冲击感的进风 并腾起了赤红色的火焰 深红月扬被拍了一下 小小地拐了一个弯 落往另外的方向 轰隆 又是一枚炸弹爆开 又是一层火光腾起 克莱恩越了出来 扑向离这个位置不远的深红月扬 忽然 深红月扬下落轨迹的前方 出现了一只苍白的手掌 稳稳接住了他 这正是不知什么时候 已虚化消失 又重新浮现的怨魂史蒂夫 他的本能让他追逐着满月 啪 轻微的声音里 史蒂夫握住了深红月扬 满是恶意和欲望的英绿眼眸 多了一抹灵性光彩 这让他从纯粹的怨魂 回归为序列舞的强者 他嘴角往上勾勒 冷笑着看了克莱恩一眼 他并未急着解决这弱小的对手 而是让身影再次虚幻消失 一扑了出去的克莱恩 就地翻滚了两下 将左手探入一兜 再次轻巧地顶开铁质卷烟盒 触碰到罗萨哥的全黑之眼 让他眼泪鼻涕止不住 下流的抑郁声里 克莱恩又看见了一根根诡异黑线 并从他们的来处 窥见到了消失的怨魂史蒂夫 他正高速靠近着 虚弱倒在地上的沙伦 要控制住对方 解救活师杰森 彻底结束掉战斗 沙伦才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克莱恩猛地缩回左手 于念头一动间 再次将灵性灌注入了太阳凶针 二 一道明镜纯粹的神圣光柱 从天而降 落了下来 笼罩往沙伦的后方 史蒂夫这暗红披风的身影 陡然闪现于了机密外 显之又显得避开了圣光 他的速度在深红月缅的加成下 已是可怕到 能于刹那间 做出有效的闪避 但与此同时 半蹲在地上的克莱恩 已抬起右手 扣动了左轮的扳机 他的目标是 活师杰森 一道绽放灿烂光火的子弹 飞了出去 针对着杰森的背部 要帮助他 及早进入青铜色的神秘之门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史蒂夫的身影消失了 闪现于了杰森的后面 用张开的左掌 挡住了那枚驱鞋子弹 嘖嘖嘖 爆发的阳光 让他痛苦地抖动了手臂 眯起了眼睛 皮肤不断焦黑脱落 但又飞快欲合众生着 忽然 他听到了啪的一声脆响 可莱恩又打了个响指 轰隆 就在附近不远的一枚炸弹爆开 掀起的冲击波 和子弹般的石子 往着四面八方 扩散而出 其中 很大一部分 就拍在了活师杰森 和怨魂史蒂夫的身上 不 一声惨叫中 杰森侧面的衣物破碎了 皮肤之上出现了一个个 不断转身的白色印子 仿佛有鲜血即将一出 对体如钢铁的活师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太有效的伤害 但于正苦苦支撑的杰森而言 却是死亡的召唤 他再也无法支撑 被那一条条诡异可怕的手臂 飞快拉入了青铜大门的缝隙 不 杰森的惨叫远远荡开 那神秘的虚幻大门 哐当一声合拢 将后半截声音彻底吞没了 隔绝了 仓库围出的空地内 一片安静 活师杰森完全消失了 像是从来没有降生于这个世界上 怨魂史蒂夫的眼睛一下睁大 张开嘴巴 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奸笑 该死 碰 声音回荡之中 克莱恩就像被人在脑袋上 重重来了那么一锤 视线变得模糊 呼吸充满血腥 眼前一片血红 短暂间 他耳朵内净是温龙之声 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 狼人泰尔 在送出身红月面后 已长出遍体的黑毛 和尖锐的獠牙 此时也未能免受影响 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眼角嘴边 甚至有鲜血流出 本该趁机抓住他的玛里奇 更是不堪 依靠镇静机压下去的恶意 和欲望有所反弹 差点失去了对活尸的控制 他的表情变得极其扭曲 第136章 毒素瓶 虚弱的沙伦 在怨魂 史蒂夫的奸笑下 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但他还是艰难地合拢了手掌 让那里散发的道道奇妙光芒 瞬间中断 让那扇神秘虚幻的青铜色大门 消失在了面前 克莱恩知道不好 盲强忍着头疼 退后一步 进入了火堆里 他的身影迅速消失 闪现至了另外一个方向 突然猛烈地爆炸于焰中 他刚跃了出来 寻求反击 却看见着暗红披风的中年男士 史蒂夫并未追赶自身 而是停于原地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克莱恩忽感心浮气躁 脑袋一阵眩晕 胃部阵阵晋挽 他飞快变得虚弱 却不知道因为什么 刚从监校里 缓乖的玛里奇 也出现了异常 不断伸手抓着自己 似乎身上 有难以遏制的臊痒 他低喘着 用疯狂滋长的尖锐指甲 抓破了衣服 在身上抓出了 一道道白色的痕迹 并越抓越深 能看见红色一点点进出 沙伦跌坐在地上 却站不起来 他未来的眼眸 渐渐失去了焦距 好像什么也看不到了 毒 他低声说出了这个单词 离他不远的怨魂 史蒂夫看了眼 他紧握着的手掌 对刚才那布满神秘花纹 充斥着无法描述 味道的青铜色虚幻大门 似乎颇为忌惮 竟没有莽撞地直接动手 他右手握着飞红满月斑 绽放清冷光辉的深红月面 左掌从衣兜里 取出了一个棕色的 半透明的玻璃小瓶 哼了一声道 生物毒素瓶 能随机制造不同的毒素 只要打开 他们就会逐渐弥漫往四周 不超过一分钟就会起效 之后症状越来越严重 等到四分钟 如果还未脱离 不满毒素的环境 那相应的后果将无法抵抗 比如 死亡 很可惜 我还以为杰森能支撑到现在 沙伦 本来你不会受到影响 灵体并不害怕中毒 但很遗憾 这里有深红月面 你根本无法转化状态 或者 你可以放弃坚持 让我认识到你潜藏的魅力 他壮丝悠闲地介绍着 手中神奇物品的能力 似乎想等克莱恩他们 彻底失去反抗之力后 再动手 不过预先做了准备的泰尔 却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在深红月面影响下 失去了理智的狼人 毫不犹豫 就展开了反击 合身前扑 手爪挥舞 撕扯起马里奇的身体 枪 枪 枪 指甲划破钢板的声音接连响起 马里奇身前的皮肤上 终于出现了几道 可以直接看见血肉的伤口 克莱恩捏了下额头 感觉那里已经开始发烫 但负面效果 并不像怨魂史蒂夫说的那样严重 看来是不断进化 和去除着周围协议的太阳凶针 削弱了毒素 克莱恩突然黑了一声 你想让我们毒发再动手 你以为我刚才为什么不用烟花 要靠炸药 这么多次爆炸 肯定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附近的官方非凡者即将赶来 你没有时间的 史蒂夫侧头看了 脸部涂抹着油彩 难以辨认清楚长相的克莱恩一眼 忽然笑道 我忘了 教会的人来之前 你肯定已经死了 他话音未落 克莱恩突然抬起右手的左轮 射出了一枚进化子弹 史蒂夫脚步微移 已是横掠出去好几米 沿途之上 残影留存 可是 克莱恩的子弹 却没有射向他原本所在的位置 而是打在了空地的最中央 打穿了泥土 打出了一声当的动静 灵性微风吹过 马里奇的活尸 和史蒂夫的幽影们 同时静止了下来 瞬息之后 他们疯了般地冲了出去 冲向了空地中央 就像一群到了饭点的恶狗 本带用诡异手法控制住克莱恩 轻松虐杀的史蒂夫 先是愣了一下 玄机露出又疑惑又惊奇的表情 这还是他第一次发现 自身驱使的死灵 会无缘无故失控 与此同时 克莱恩啪地打出响指 又引爆了几处炸弹 又让不同的地方 腾起了月向半空的赤红火焰 他的身影迅速在这些火队里跳跃 往着空地之外闪去 想跑 史蒂夫低语一句 追赶目标 却发现那些活尸和幽影们 挖出了一个方形铁盒 正抢夺着里面的物品 很快 一个幽影得手 身体膨胀开来 似乎有了智慧般地 往着另一个方向飞走 原来是要以那件物品 拖延我的行动 从而成功逃跑 哼 他还不够了解怨魂和生活怨勉 史蒂夫暂时放弃了 追赶克莱恩的打算 收起生物毒素瓶 身体陡然消失 浮现于了一处水蛙凝处的薄冰上 然后依靠能拖出残像的恐怖速度 两步来到了那巨大幽影的背后 史蒂夫眼中的音律光芒一闪 那幽影顿时就无声无息溃散了 手中拿着的物品 猛地往下掉落 其余活尸和幽影 完全不顾上位者的气势压迫 争先恐后地抢了过来 史蒂夫愈发惊讶和奇怪 并且发现自己的灵性预感 无法从那件让活尸和幽影们 暴动的物品上得到任何启示 他身体前胯 左手接住了那件物品 那是一个暗金色泽的钥匙环 上面吊着一枚古老的精致的铜绍 而铜绍的旁边 悬挂着一把形质古朴的黄铜钥匙 他们并肩而立 紧紧贴着 就那样躺在史蒂夫苍白的掌心 与此同时 史蒂夫右手的深红月面 正静静地散发着飞红冷灰 仿佛一轮缩小的满月 史蒂夫还未来得及泛起别的想法 一道微弱虚幻 但非常诡异的声音 就钻入了他的脑海里 撕扯着他的神经 剥离着他的头皮 啊 史蒂夫猛地惨叫了一声 直接从半空跌到了地面 他手里拿着的深红月面 和挂着铜绍和钥匙的圆环 同时被他抛飞了出去 他原地挣扎着 扭曲着 身上鼓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凸起 里面或尝出细小宛如婴儿的手臂 或流淌出腥臭的蛋黄液体 这个时候 一从火焰载燃 已经逃走的克莱恩月了出来 挡在了深红月面的下落轨迹上 他没有试图 接住这件神奇物品 而是轻巧一波 让他调转了方向 飞往虚弱贪婪的沙伦 史蒂夫痛喊的声音渐渐变小 深红月面准确地落到了沙伦身上 沙伦的身影当即虚化 失去焦距的蔚蓝眼眸 瞬间找回了神采 他右掌紧握 左手拿住 那镶嵌着一圈暗红宝石的巴掌大小饰品 身体漂浮了起来 深红月面能让持有者 免疫满月的影响 沙伦不再虚弱 而灵体状态的他不怕生物毒素 此时 活尸和幽影们又聚集在了一起 抢夺着串在一起的阿兹克同哨和万能钥匙 克莱恩并未在意 伸出左手 抬起胳膊 指了那里一下 他胸前的太阳鸟饰品上 暗金光则一闪而逝 一道强烈的明亮的神圣的光芒 从天而降 笼罩了抢成一团的活尸和幽影们 昼光之中 透明的奇异的幽影们 飞快融化着消失着 一句句苍白恶臭的活尸 则先是冒出黑烟 继而燃烧了起来 就像一根根蜡烛 等到昼光消失 那里已近乎空无一物 只有古老精致的阿兹克同哨 和形至古朴的万能钥匙穿在变黑的圆环上 静静躺在那里 另外一边 沙伦没去管在狼人 泰尔攻击下伤势逐渐严重的玛丽奇 而是依靠本身在镜子类物品间的诡异跳跃能力 来到了史蒂夫之前 用过的那片薄冰上 让掌心对准了敌人 无穷无尽的光辉迸发而出 迅速交织成了那扇布满神秘符号和花纹的对开青铜大门 知啊 让人牙酸的声音里 沙伦头顶的黑色小巧软帽被突然刮起的狂风吹掉了 梳得一丝不苟的淡金头发随之凌乱地劈了下来 很明显 再次动用那件神奇物品让它颇为吃力 知啊 神秘的青铜大门列出了一道缝隙 尖笑声 哭泣声 喊叫声层层回荡 那一条条或长满牙齿 或没有皮肤的手臂争抢着伸了出来 抓住了身上农包一个接一个裂开的史蒂夫 凸显出婴儿脸孔的青黑色古怪藤蔓和滑逆虚幻的触手 也相继缠住了这位序列舞的强者 啊 史蒂夫再次叫了出声 农包内流出的蛋黄液体覆盖了他的全身 这让他勉强抵抗住了拉扯 他的脸上裂开了鲜红的缝隙 里面是幽黑如同隧道的孔洞 而这时 克莱恩已抬起左轮瞄转了他 没有耽搁 没有犹豫 脸上做了伪装 带着半高丝绸礼貌的克莱恩冷静扣下了扳机 碰 碰 伴随着太阳凶针的闪烁 两道满是神圣意味的子弹准确命中了史蒂夫的脑袋 他们虽然没能打穿皮肤和骨头 但却点燃了璀璨的火焰 让史蒂夫变成了一根光亮的火把 啊 又是一声惨叫 史蒂夫被拉的靠近了那扇虚幻神秘的青铜大门 克莱恩一边将手枪转轮甩出 把弹壳倒在地上 一边拿出了装有那些非凡子弹的铁盒 与此同时 他再次把灵性灌注入了太阳凶针 二 一 一道圣洁无瑕的光柱于半空落下 瞬间打在了史蒂夫的身上 抓住这个空隙 克莱恩按照三比三的比例 将净化子弹和驱邪子弹 塞入了弹孔里 合上了转轮 他再次瞄准史蒂夫的脑袋 于暗金色胸针的闪烁里 用力扣动了扳机 连续六下 砰砰砰砰砰砰 第137章 灿烂的烟花 或流转弹金灰芒 或绽放灿烂光火的子弹 一枚接一枚地划破虚空 命中了怨魂史蒂夫的脑袋 得益于小丑对身体的控制力 得益于始终坚持着的枪法练习 克莱恩那六枚附加了进化之斩的子弹 准确打在了同一片区域 和先前两颗相同的区域 他们就像来自光之巨人的拳头 一下一下又一下地垂着 怨魂史蒂夫的左侧脸颊 砰砰砰的声音里 被怪异手臂和青黑藤蔓缠住 无法虚化 躲避的史蒂夫 脑袋不断侧扬 身体阵阵颤抖 颧骨迅速凹陷了下去 并折断出白森森的肩骨 砰 最后那颗子弹彻底打破了那里 让这位序列武强者 暗红色的鲜血飞溅了出来 让或璀璨或金色的火焰 不断往内钻入 烧出了阵阵青黑色的雾气 那片神圣的光明里 史蒂夫的衣物被点燃了 身体迅速焦化 低下了油脂 但是 他还没有死 比起密偶大师罗萨哥 一种途径的序列武 生存能力明显要强很多 不过 受到重击的史蒂夫 却再也无法对抗 那一条条诡异拉拽的手臂 双腿难以遏制的前脉 近乎飞了起来般 投向了那扇青铜色的大门 投向了裂开的幽深缝隙 投向了一双双藏在黑暗深处的眼睛 就在这时 额头剑汗的沙伦 猛然握住了右掌 虚幻微妙的光芒戛然中断 神秘到难以描述的青铜大门 失去了存在的根源 他摇摇晃晃着 在史蒂夫进入前 不甘地拉回了那一条条 或长满牙齿 或血淋淋的手臂 合拢了缝隙 哐荡 大门关闭 飞快地透明了 消失了 史蒂夫前倾的身体僵硬在了原地 浑身焦黑干瘪 就像被烧了很久的那种干湿一样 甚至更接近于 只剩下雨火的炭花木棒 紧握着右拳 并拖着身红月缅的沙轮身影 飞快虚化 前迈一步 与史蒂夫重叠在了一起 克莱恩的灵势里 瞬间失去了他的踪迹 但焦黑的史蒂夫 却抬起双拳 猛地砸向了自己 本就遭受了重创的脑袋 胖 他的头部变成了 烂番茄一样的僵壮物 乳白色的斑点 先是往上喷起 继而落往四周 伴随而出的 还有一道半透明的虚影 他迅速扩散开来 化成了巨大的水母样的事物 里面有不真实的液体在摇晃 有一双惨白的眼睛在凝聚 沙轮被这诡异的东西逼了出来 重新浮现于旁边 他豁然往前探出左手 口中发出了无声的尖笑 地面陡然变黑 似乎成了泥泞的渊海 里面长出了一根扭曲着的血色藤蔓 它分成多节 每一节都有四颗尖牙 一只眼睛 这血色藤蔓疯狂往上滋长 一下就固定住了 那水母样的虚影 贪婪地吸食起 里面不真实的液体 虚影飞快崩溃 血色藤蔓又缩回了泥泞的渊海里 但有了这样的耽搁 无头的焦黑的史蒂夫 却跑了起来 穿过空地 奔向出口 他竟然还没有彻底死去 哪怕已经失去了脑袋 史蒂夫刚跑了几步 安静的空气里 突然响起了一声脆响 啪 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 戴铜色半高礼帽的克莱恩 侧对着他 打了个响指 轰隆 史蒂夫脚下的泥土 被狂暴地掀开了 赤红的火焰随之腾起 他蔓延往上 到了本身的最高点后 又洋洋洒洒下落 就像一朵美丽的烟花 这样的烟花里 怨魂史蒂夫的身体 彻底四分五裂了 胶黑的手 脚 内脏和血肉洒了一地 其中 一截指头滚动着 到了克莱恩的脚边 棕色的半透明的生物毒素瓶 则落在了另一个方向 那些属于史蒂夫 最后痕迹的残缺肉体 蠕动了几下 终于变得平静 绽放的火光和这样的场景中 克莱恩只觉自己的灵性 变得更加活泼 体内还不完全属于他的力量 又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了一点 他遵循着这种感受 枪胶左手 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掌 取下头顶的半高丝绸礼帽 按在胸口 面向沙伦微微鞠躬 行了一礼 沙伦未来的眼眸望了过来 他的视线越过了克莱恩 落到了后面 还在厮杀的狼人泰尔 和玛丽奇身上 沙伦的身影一下消失 狼人泰尔的眼睛里 玄机映照出了他的样子 泰尔僵立在了那里 浑身黑毛根根竖起 他的双臂尖难抬了起来 按住了自己的脑袋 咔嚓 他用力一扭 眼睛随之看见了 掩盖在破碎衣物下的脊椎 啪 泰尔再次一拧一扯 将自己的脑袋 活生生拔了下来 整个过程里 他没有发出一声惨叫 没有说出一句话 他提着自己的脑袋 让鲜血不断往下滴落 失去了头部的尸体 依然直挺挺不到 沙伦并未立刻离开 狼人泰尔的身体 他似乎在尝试着什么 很快 泰尔的脑袋和身体里 有一点点黑绿色的光芒 吸了出来 并以其中一颗獠牙为核心 飞快凝聚在了一起 看来沙伦小姐有办法 加速非凡特性地吸出 前提应该是他附体目标 杀死了对方 完全掌控住了身体 克莱恩有所恍然地 弯腰拾起了地上掉落的蛋壳 一枚不少地 将它们装入了铁制方盒内 他怕后续的调查者 根据蛋壳的特殊 找到那位工匠 找到那位购买了野蛮人 和贿赂者配方的女士 从而锁定智慧之眼的聚会 威胁到他本身的安全 至于蛋头 早就如同符咒的材料 在圣光和火焰里 献祭给了对应的神灵 放好左轮手枪 克莱恩刚要迈开步伐 沙伦就以夸张的速度 出现在了生物毒素瓶旁边 让他自行漂浮了起来 落至掌心 克莱恩还未来得及 闪过别的想法 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士 手腕一抖 将棕色的半透明的瓶子 和一颗黑绿色的獠牙 丢向了他 为了节约时间 帮我拾取战利品 克莱恩挣了一下 本能抽出一张纸 照向了那两件物品 没有直接接触 此时 他的视线里 沙伦繁复的黑色宫廷长裙 失去了往日的整洁 在风中轻轻摇晃着 垂落的蛋金头发 则有几落贴在了脸颊侧面 使沙伦多了几分人的感觉 嗯 这生物毒素瓶是自带盖子的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负面效果 克莱恩低下头 审视起了自己的战利品 并用挂在旁边的黑色盖子 重新密封住了生物毒素瓶 免得他继续祸害自己 至于那颗黑绿色的獠牙 正是狼人泰尔遗留的非凡特性 克莱恩一边将两件物品 装入预备的小铁盒内 并用圣叶粉制造灵性之强 封锁住了他们 对周围的影响 一边用眼角余光 看着沙伦的身影消失 使地夫残余的血肉如动 吸出了近乎透明的光点 同样 他还在警惕着玛里奇 免得对方突然疯狂 这种警惕里 他发现 活尸的愈合力确实惊人 刚才那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此时已基本闭合 玛里奇也深深看了他一眼 似乎想起了什么 明白了什么 完成手中的事情后 克莱恩绕了十几步 先是拾起了被活尸和幽影 挖出来的方形铁盒 接着找到了一根根人形蜡烛 簇拥着的阿兹克同哨和万能钥匙 他瞄了一眼 尴尬地发现自己也不敢捡 深红月免的效果 还在辐射着这片空地 这是他预设的最后 也是最没有办法下的准备 为此专门抽空去了躺医院停尸房 测试那些尸体 抢到阿兹克同哨后 会做什么 要做什么 于是有了相应的流程设计 可 能停止深红月免的影响吗 克莱恩转头望向重新浮现出来的沙伦 他的手里 已多了一个半透明的人偶 沙伦没有说话 将另一只手中的深红月免 带到了胸前 那一圈飞色宝石迅速暗淡 满月的光辉消失在了这片废弃的空地上 克莱恩这才弯下腰 用指尖捏住圆环 提起了阿兹克同哨和万能钥匙 然后将他们装入了那个 有凹陷弹痕的方形铁盒 飞快做了蜜蜂 与此同时 马里奇也绕了一圈 处理了一下现场 沙伦设起了那顶小巧的黑色软帽 身影先是虚化消失 继而出现在了克莱恩的面前 秘密之书 在你家的客房内 沙伦平静地说道 也就是说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只要我能活着回去 就可以收获部分报酬 不至于白忙一场 克莱恩露出笑容 微微鞠躬道 感谢你的慷慨 官方非凡者随时可能赶到 我们该离开了 沙伦点了下头道 需要帮忙吗 不用 克莱恩轻笑了一声 我还有很多烟花没放 话音刚落 他已然抬手打了个响指 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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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的炸弹一处处爆开 往上腾起了一束束火焰 他们簇拥着偏中央位置 最大最醒目的那一朵 梦化而亮丽 沙伦的目光本能被吸引了一秒 他在看过来时 克莱恩的身影已然不见 只有一束火光在缓缓消散 空地之外 往西北方向绕了个小圈子 不会正面碰上官方非凡者的道路上 一根根火柴相继被点燃 一道道火焰赤红着飞腾 又迅速消失 克莱恩的身影不断浮现在他们里面 跳跃着远离了西拜朗船雾 紧接着 他掏出一瓶特制的唇鹿 抹到脸上 用纸张轻轻一擦 就除去了所有的优彩 啪 克莱恩抖了下手腕 让那纸张烧成了灰烬 然后 他捡起藏在附近的手杖 整理了下衣物 就像普通人一样走到了街上 没过多久 克莱恩抵达了一座教堂 他的名字是 杠杆教堂 因为很多信众并不富裕 周日也未必能休息 平常的白天更是忙碌不堪 所以 各大教会的教堂 会一直开到凌晨 让大部分信众有机会 来祈祷和忏悔 克莱恩抬头望了一眼 用手里握着的黑色手 仗点了点台阶 迈步走了进去 他打算在这里躲过 接下来那一波 对周围人群的排查 几分钟后 一支机械之星小队 出现在了废弃仓库围城的空地上 他们来了足足五个人 各自带着不同的非凡武器 但却被离了一遍般的景象 弄得皱起了眉头 望了一阵 他们凝重地 投入了寻找线索的工作 杠杆教堂呢 因为还未满十一点 这里的人并不算少 但没有一个说话 整个祈祷大厅安宁到神圣 让人不想打破这种静谜 克莱恩坐于第三排 靠过道的椅子上 将黑色手杖靠向前方 取下了半高丝绸礼帽 身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他 两手交握 抵住下颌 闭上了眼睛 表情异常平静地 面对着最前方的三角圣灰 第138章 问答游戏 整整半个小时 无人打扰的宁静后 克莱恩睁开双眼 慢悠悠起身 他拿上手杖 戴好帽子 离开教堂 于黑夜里 乘坐出租马车 往明斯克街返回 这个时候 周围区域的警戒和排查 已不可避免地放松了 成为了煤气灯光芒下的那片阴影 刚过零点没多久 克莱恩掏出钥匙 打开自家房门 先行进入空着的几间客房 寻找秘密之书 没费什么功夫 他直接就在一楼房间的衣柜内 看到了那本 由厚厚羊皮纸装定而成的古旧书籍 书的硬翘封皮 成深黑色 上面用飞红的色调 写着两行赫密思语 秘密之书 卡拉曼 呼 克莱恩吐了口气 没急着翻阅 而是就在这个房间 快速制造灵性之强 举行起自己召唤自己 自己响应自己的仪式 然后将阿兹克同哨 万能钥匙 全黑之眼 非凡子弹 生物毒素瓶 狼人非凡特性 秘密之书等物品 连同容器 一块丢到了灰雾之上 准备等造成的动静平息 在酌情决定取出哪些 待在身上 做完这一切 他甚至没去研究 狼人非凡特性 和生物毒素瓶的具体情况 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躺到了床上 这一时因为研究物品 翻阅书籍太浪费时间 在这个不算平静的夜晚 很容易给处于 现实世界的身体带来麻烦 二是克莱恩深刻认识到了 自己目前的一个短板 那就是 本身灵性增长的速度 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 非凡能力和神奇物品 只是这么激烈地战斗了一次 他现在就以灵性枯竭 脑袋疼痛 昏昏欲睡 嗯 对灵性造成负担最大的是 指人提身法 其次是 通过凶针制造太阳圣水 但今晚没有使用 再次是召唤圣光和火焰跳跃 克莱恩打了个哈欠 借助冥想 摆脱了那种太疲惫 反而高度紧绷 无法入睡的状态 不到十秒 他就进入了梦境 各种支离破碎的场景交替呈现 被废弃仓库围出来的空地上 机械之星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负责这起事件的人员 已经由小队队长 变成了直视级的强者 易康瑟 伯纳德的鹤发 始终乱糟糟的 倔强地往外伸展着 哪怕他戴了帽子 也无法掩盖这一点 以至于许多机械之星成员 暗地里开玩笑说 这位直视恐怕在用炸弹理发 此时此刻 脸旁线条刚硬明朗的易康瑟 正拿着一面花纹古老的银镜 镜子的两侧 各有一只眼睛般的装饰 它们以黑色的宝石为基底 看起来优碎而迷人 易康瑟环故意倦道 虽然那些下水道里的老鼠 是干扰占卜和通灵的专家 对现场做了有效的处理 但是 这是神秘的超凡世界 没有什么办法 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的 说话间 他望向手里的银镜 用右掌抚了表面三次 停顿两秒 易康瑟深深吸了口气 沉声道 尊敬的阿罗德斯 我的问题是 刚才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事情 有哪些参与者 周围的黑暗忽然变得阴晕 银镜表面当起了一道倒水光 很快 银镜内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腾起的火光中 有一道漂浮在半空的人影 他穿着黑色 双排扣肠礼服 戴着半高丝绸礼帽 身形扭曲不定 脸庞模糊到难以看清 并且还涂着油彩 他的脚下 火舌往上 将他吞没 随着水光一闪 画面改变 出现了一个这暗红披风的中年男子 他的手臂燃烧着璀璨的火焰 头部却藏在了黑暗里 一幕幕场景交替 易康瑟等人 又看见了一位黑色宫廷长裙繁复 淡惊头发凌乱披下的女子 但是 他的脸庞却彻底透明 仿佛并不存在 这位女士的旁边 是身体长满了黑毛的两个男子 是被一条条诡异手臂拉拽着的背影 最后 变化结束 定格在了一束束火焰呼啸腾空 烟花绚烂绽放 光明闪耀一方的画面上 这样梦幻的场景里 刚才那穿黑色双牌 扣肠礼服的男子再次出现 他身体横向扭曲伸缩着 面向前方 用拿礼帽的手 按住胸口 微微鞠躬 行了一礼 他的面容 不仅有受到干扰般的极致模糊 还隐约表现出了油彩的色泽 依康瑟正在询问队员们的看法 迎镜之上 突然出现了几行古夫萨克语单词 根据对等原则 轮到我发问了 如果你回答错误 或者撒谎 你将遭受惩罚 惩罚这个单词 赤红如血 仿佛还在滴着液体 依康瑟脸部的表情 先是扭曲了一下 旋即变得异常正重 紧接着 迎镜之上水光闪动 出现了一行新的单词 你的兴趣相失 依康瑟一下带住 只觉周围队员们的目光 全部投了过来 清晨六点 天刚蒙蒙亮 熟睡的克莱恩 在准点的教堂中生里 醒了过来 按照以往的习惯 他会翻个身继续睡 一直到接近八点 才起床 但这次 他却直接坐起 审视四周 嗯 没被上门超瓦斯机废气 他松了口气 顾不得洗漱 离床逆走四步 进入了挥晤之上 他要研究昨晚的收获 坐到属于语者的位置 克莱恩先从简单地开始 他拿起了那枚黑绿色的獠牙 观察了几秒后 据献出纸笔 写下了占卜语句 它的作用 这并不表示 能用占卜来代替实验 克莱恩仅仅因为 自己既有食物 又从沙伦和马里奇那里 知道了不少有关囚犯 疯子和狼人的信息 觉得钳制足够 所以试着看一看 能获得什么启示 默念之后 他迅速进入梦境 目睹了一幕幕场景 狼人 泰尔的腹部 出现了一道猙獰的伤口 肠子都流了出来 拖到了地上 但他只是 用清水洗了洗 又把肠子塞了回去 并用手捏住了缝隙两侧 到了最后 那伤口竟然就这样愈合了 圆满的红月之下 他仰天长笑 踢刀长出了寸寸黑毛 嘴里獠牙分明 他挥舞手爪 吱嘎一声 抓破了不算太薄的钢板 他狂奔于旷野之上 将身后全速追逐的一群灰狼 甩得越来越远 他让那一位 为眼睛木然但冷酷的侍者 完全不害怕死亡般地冲向了敌人 他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器物杀人 包括炸弹 并在发怒失去理智的状态下 变得更加强大 睁开眼睛 克莱恩大致明白了狼人的特点 并把握到了 这份非凡特性的隐患在哪里 那就是 狼人泰尔 当时处于满月照耀下 欲望异常放纵 死后相应留下了 较为强烈的精神烙印 用这份非凡特性 调配魔药精神的非凡者 必须在初期抵抗住这种影响 否则将出现失控的征兆 不过 这负面影响 还没达到封印物的程度 狼人遗留的非凡特性 依然可以直接用作魔药主材料 还好 可惜活时杰森的非凡特性 被那扇诡异大门给吞了 不知道那扇门通向哪里 有没有办法捡回来 克莱恩一阵遗憾 一阵心疼地放下那颗黑绿色的獠牙 拿起了棕色的半透明的生物毒素瓶 他按照刚才的办法 做起了梦境占卜 但这一次 他并没有获得详细启示的信心 于是将占卜语句修改为了 他的正面和负面效果 灰蒙幽暗的梦境天地里 克莱恩再次看见了一幕幕惨烈的景象 有人倒在地上 抓闹着自己 抓下了皮肤和血肉 抓出了森森白骨 有人捂着脑袋 眼睛失去焦距 气息越来越虚弱 有人不断呕吐 吐到最后 抽搐着死去 有人突然大笑 笑得喘不过气来 有人和对手激战之中 突然双双停止 望向对方 接着 他们抱在了一起 亲在了一起 场景变化 到了最后 半透明的棕色小瓶 被放在了一个油水的杯子中 里面透明的液体 逐渐变成琥珀色 并被人喝了下去 拿着生物毒素瓶的人 先是虚弱 接着咳嗽 继而摸向额头 只觉触手滚烫 病情越来越重 梦境很快结束 克莱恩手指轻敲长住边缘 颇为头疼地解读起那些启示 结合史蒂夫的话语 前面那些启示的意思是 生物毒素瓶的盖子被打开后 它会一直往外面弥漫毒性 至于对手会中哪种毒 纯粹随机 连持有者也无法控制 里面 有的毒还真恶劣 毒性的有效范围 没法从启示里解读出来 嗯 将它泡在水里 提前喝下那琥珀色的液体 可以预防中毒 但要泡多少分钟啊呢 持有生物毒素瓶的人 即使不打开盖子 身体也会逐渐变差 慢慢染上疾病 慢慢变得严重 嗯 具体的时间分界限是多少啊 克莱恩揉了揉了脚 打算有空在挥舞之上 做实验来确认 但他不知道生物毒素瓶 是否能于这里起效 比如 目前灵体状态的他 根本不怕中毒 先这样吧 回头再仔细研究 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面前 那本由羊皮纸装定而成的 秘密之书 随手翻到了第一页 那是只有简单花纹的飞页 什么内容都没有 再次翻动 克莱恩终于看到了秘密之书的开头 我们崇拜的是月亮 不是黑夜女神 第139章 早餐 又是指崇拜月亮 不尊敬女神 克莱恩不由 露出了厮守的表情 他之前听说这种事情 是在了解生命学派时 可没想到 一位生老病死都在南大陆的巫王 竟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第四季末期的苍白年代后 狂暴海变得名副其实 南北大陆有此隔绝 不再有往来 而生命学派成型于第五季早期 显然不可能在罗塞尔派人找出安全航道前 发展到南大陆 巫王卡拉曼也属于早期 活跃的年代 距离北大陆诸国 入侵有1000多年 也就是说 分属南北大陆 且无法沟通和交流的两个非凡势力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 选择崇拜月亮本身 忽略黑夜女神 这样的巧合 让人不得不去考虑一下为什么 难道有新的神灵诞生 分走了月亮相关的权柄 但是 作为一名神灵 他不该这么默默无闻 或者说 虽然女神抢走了月亮权柄 可原始月神的信徒 却有所残存 从第四季 甚至第三季 一直传承了下来 并于南北大陆分割后 花开两只 一只巫王 一只生命学派 克莱恩大致作者猜测 却苦于 没有对应的线索 缩小范围 他暂时放弃思考 抓紧时间 快速浏览起了 秘密之书后面的内容 在序言部分 巫王卡拉曼非常直接地说 本书许多仪式 秘器 占心法和召唤术 都源于原始的月亮崇拜 并详细描述了对应的尊名 独一无二的红月 生命与美丽的象征 所有灵性力量的母亲 竟然有尊名 但又缺乏类似于 黑夜女神大地母神 这种更通俗化的描述 如果真有这么一位隐秘的神灵 他的信徒之间 必然会发展出 更适合在口头赞颂的简约称呼 而不是以原始的月亮崇拜来代替 克莱恩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 依靠自己的神秘学知识 做起了分析 而且 用飞红之主来举行仪式 很明显会指向女神 但采用非常相似 却更细化更详细的尊名 怎能绕过女神 指向她们的力量源泉 指向那所谓的原始月亮 也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诡异存在 克莱恩有些好奇 又有些惊悚地想着 因为没那么多时间 后续的具体内容 他只是飞快浏览了一遍 发现正如乌王卡拉曼自己述说的那样 许多秘器许多仪式 都指向着月亮 对克莱恩而言 这并不需要太在意 他不会照搬那些东西 招惹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原始月亮 他想学习的是那些 秘器和仪式的整体结构 设计思路和细节处理 只有把握住了蕴藏的规律 他才能弄出属于自己的 指向黄黑之王的秘器 仪式 占星法 和召唤术 也许到了很久以后 我会有自成一体的神秘学 克莱恩取下万步的灵板 最后确认了下秘密之书的真假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他没急着利用狼人的非凡特性 占卜配方 反正也不会拿去卖 同样的道理 他打算缓一缓 再研究生物毒素瓶的来历 他迅速返回现实世界 拉开了窗帘 入眼是未能照亮大地的太阳 他躲在云层和雾霾后面 显得有些惨白 阿帖 忽然 克莱恩伸手捂住嘴鼻 打了个喷嚏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有些头疼脑热 不过精神 似乎是感冒了 作为一名序列期的非凡者 我既然生病了 克莱恩抽出一张纸 哼出了鼻涕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了原因 生物毒素瓶的负面效果 是让持有者逐渐虚弱 并发展到生病 如果携带得再久一点 甚至可能病死 而这不是靠灵性枷锁能够消除的 昨晚 克莱恩于大战之后 灵性近乎干涸 身体中毒颇为虚弱的情况下 还携带着生物毒素瓶 在杠杆教堂躲了半个小时 再加上返回明斯克接花费的时间 他可耻地生病了 还好不严重 不影响什么 克莱恩又阿提了一声 收拾着去泡了个热水澡 洗漱完毕 他为了犒劳自己 专门煎了个蛋 煎得香气四溢 一本物王的秘密之书 一件不会比太阳凶针差的 神奇物品生物毒素瓶 以及一份序列七分狼人遗留的 非凡特性 这次赚的不少 就是没能拿到活食的非凡特性 让人遗憾 克莱恩坐到餐桌旁 边吃边计算着收获 让他感觉心疼的还有一点 那就是用了足足十一枚非凡子弹 每枚折合近十磅 也就是说 我烧了一百磅的样子 名副其实的拿钱砸人 难怪大部分中低序列的非凡者 都那么渴求金钱 克莱恩低头瞄了眼自己的早餐 他们加起来 也才几个便是 用完早餐 克莱恩悠闲地看起报纸 时而打个喷嚏 用纸张擦一擦嘴鼻 八点的教堂钟声刚刚平息 他的门铃就已被人拉响 克莱恩不出意外地看见了 每日观察报的记者 迈克 约瑟夫 这位有着漂亮蓝眼睛 两撇小胡子 但皮肤相当粗糙的记者先生 脱帽问候了一声 然后直入主题道 莫里亚地侦探 你有空闲接我的委托吗 虽然有点感冒 但这段时间正常接委托 比较不受人怀疑 刚干了一票的克莱恩笑笑道 我轻微地生病了 不过这不影响 我格斗和射击 迈克顿时露出笑容道 感谢你的帮助 我们这就出发吧 呃 莫里亚地侦探 你用过早餐没有 我请你 作为雇主 我理应负责你今天的食物 请我想用早餐 克莱恩震了一下道 我刚吃完 不过 我建议你到东区再用早餐 这样你能看到很多事情 到时候给我一杯咖啡就行了 没问题 迈克指了指外面 我雇佣的马车在等待 克莱恩上下打量了 他一眼道 先生 你最好穿得更差一点 否则我的工作将非常忙碌 迈克低头看了眼自己的那只大衣 有所迷雾地说道 这太引人注目了 在东区是这样 克莱恩指了指里面道 我有一些专门准备的衣物 嗯 我们的身材差不多 迈克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你果然专业 专业犯罪吗 克莱恩付费了一句 改换装束 变成普通工人后 两人上了马车 前往东区边缘 阿帖 克莱恩又抽出纸张 擦了擦嘴鼻 并哼了些鼻涕 因为附近没有垃圾桶 他将纸张折好 重新放入了衣兜 这间咖啡馆的食物还可以 当然 这是相对东区居民而言的 克莱恩指着街道拐角处 略显油腻的咖啡馆道 他偶尔住在附近的一居室房间时 来这里吃过几次早餐 看来 他已经算是这里比较好的餐馆了 迈克不认为那是咖啡馆 此时已九点多 咖啡馆里的客人很少 东区的居民 往往七点多就用完早餐 开始工作或寻找工作 陪着迈克点了土豆炖牛肉 面包 咖啡等食物后 克莱恩环顾一圈 寻找着靠窗的位置 这时 他看见了位熟人 就是他之前假装记者救济过的 那个中老年男子 最早就是他带我到这里的 他怎么现在才用早餐 克莱恩思绪一转 对迈克道 你有采访对象了 他边说边端着咖啡杯 走向了那个流浪汉 对方依然穿着之前那件厚夹克 有点斑白的头发 显得较为油腻 胡须相当明显 但眉眼之间 却没有了上次那种困顿感 脸色也不再那么清白吓人 上午好 我们又见面了 克莱恩坐到对面 打了声招呼 并发现对方的早餐 是黑面包 配一遍是一大杯的廉价茶水 那个中老年男子抬起脑袋 仔细看了一眼 惊喜地开口道 记者先生 是你 克莱恩干笑两声 指着旁边的麦克道 这是我的同事 他想就我之前的采访 做更深入的调查 麦克是经验丰富 见多识广的记者 文言没有多说 只微笑汗手 打了声招呼 至于莫里亚地 侦探假扮记者的事情 他又不是今天才知道 对方可是向他 借过假记者证的 原来 你真的是记者 那位中老年男子 愕然脱口道 不过这不妨碍 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 克莱恩笑笑反问道 最近过得怎么样 那中老年男子 喝了口茶水道 有了你的帮助 我终于好好睡了一觉 吃饱了肚子 不再那么虚弱 我最初 想找原本那种工作 就是制邪 可他们并不要我 说我的手抖了 他低头笑了一声 跳过了这段 后来 我去了码头 找到了些工作 很累 但至少有钱赚 我已经在别人家里 租了个地铺 每周只用6.5个便是 当然 只能睡晚上 呃 在码头工作就是这样 我今天很早就去 什么也没吃 在那里举着手 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名字 和管事的名字 但还是没能被挑中 只好回到这里 还好 下午还有机会 上午那些人 也许得忙碌到很迟 不会和我们争 克莱恩静静听着 时而喝口劣质咖啡 迈克则拿出纸笔 快速做起了记录 第140章 今时不同往日 最后 那位两冰斑白的 中老年男子 喝了口茶水 笑着叹息道 其实 这已经比我之前好很多了 比这里很多人好 比如 他指了指窗外 缩在角落里的流浪汉们 克莱恩和迈克 跟随望去 看见一个 可以避风的肮脏地方 躺了一地的 有老也有小 在这寒冷的深秋里 他们未必 还能再次醒来 这时 克莱恩注意到 街边站了位 60来岁的老太太 她一群陈旧破烂 但却相对整洁 头发野里的一丝不苟 这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 脸上有着流浪汉 常见的困顿 可依然坚持着 没去和那堆人挤在一起 而是漫步于路边 时不时麻木地 深深地 看向咖啡馆内 这也是个可怜人 吃下剩余黑面包的 前流浪汉 也发现了那位老太太 出声感叹了几句 她以前据说过的还不错 丈夫是个粮食商人 有个很精神的孩子 可惜 后来破产了 丈夫和孩子 没过多久也死了 她和我们不一样 真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哎 她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了 除非每次都能进济评院 听着听着 麦克的表情 从沉浸变为了沉郁 她缓缓吐了口气道 我想找她做个采访 你可以替我邀请她吗 她可以在这里 随意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对于这个要求 那位中老年男子并不觉得奇怪 只是分别看了克莱恩和麦克一眼 仿佛在说 你们果然是同事 好的 我想她肯定很乐意 她喝了口茶水 起身走出了油腻腻的咖啡馆 没过多久 那位一群陈旧 但整齐的老太太 跟随她走了进来 清白的脸色 在咖啡馆的温暖融化下 稍微淡化了一些 她不断颤抖着 似乎要将体内的含义 一点点散发出去 并汲取咖啡馆内 相对较高的温度 就算坐到了椅子上 她也额外用了足足一分多钟 才真正缓和 你随意点些什么 这是采访的报酬 克莱恩替麦克说了一句 在麦克点头后 老太太矜持地点了吐司 劣质奶油和咖啡 然后笑了笑道 我听说太久没得到食物的时候 不能吃油腻的东西 很客气 很自知啊 一点也不像流浪者 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 在食物送过来前 麦克随意问道 你能聊聊 你是怎么成为流浪者的吗 老太太露出回忆的神情 苦涩笑道 我的丈夫是位粮食商人 主要是从国内农夫那里 收购各种粮食 自从古物法案被废除 我们就迅速破产了 她本身年纪已经不小 被这件事情击倒 身体迅速垮掉 没多久就死了 我的孩子 她是个出色的年轻人 一直跟着她的父亲做生意 她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跳进了塔索克河 她第一次自杀没有成功 被送上了治安法庭 警察和法官们都很不耐烦 觉得她耽误了他们的时间 你要自杀 就请安静地成功地自杀 不要麻烦到我们 嗯 他们大概想这么说 但又觉得太直接 我的孩子 被关进了监狱 没多久 她第二次自杀 成功了 老太太说得很平静 就像那不是自己遭遇过的事情 可不知为什么 克莱恩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悲哀 哀莫大于心死 她忽然想起了 上辈子听说过的这句话 在这个世界 自杀不仅是各大教会禁止的行为 而且还属于法律惩处的对象 至于原因 克莱恩很清楚是什么 首先 自杀者很多选择投合 在没被人及时发现的情况下 有一定概率变成水鬼 其次 自杀者的情绪往往很不对 这种状态下 终结自己的生命 形同陷阱 有可能会与某些诡异的可怕的存在 产生共鸣 于是 他们死后的身体 或者周围的某些物品 会带上奇特的诅咒 危害到他人 停根是查尼斯门后的厄运布偶 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 七大政神教会都从自身教义出发 禁止信徒自杀 王室也推动了相应的立法 当然 这在克莱恩看来有些可笑 一个想自杀的人 还会怕法律怕惩处 迈克刷刷记录着 正在说些什么 咖啡馆的老板 却已经将食物端了过来 你先填饱肚子 我们等一下再聊 迈克指了支吐司 好的 老太太小口小口地吃着食物 显得很有教养 她点的并不多 很快就吃完了 恋恋不舍地喝下最后一口咖啡后 她揉了揉额角 恳求道 能让我先睡一会儿再聊吗 外面太冷了 没有问题 迈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老太太感激地说了好几声谢谢 坐在椅子上 就那样蜷缩着睡了过去 迈克望向旁边那位中老年男子道 你对这里好像很熟悉 我想请你 做我们的向导 一天三苏勒怎么样 不好意思 忘记问你的姓名了 那位中老年男子 连忙摇头道 不不不 这太多了 我在码头 很多时候 一天只有一苏勒的收入 你们叫我老科勒就行了 那 一天两苏勒 这是你应得的 迈克一锤定音 克莱恩见识完这场奇怪的讨价还价 用指张横了些鼻涕 打算蓄杯咖啡 可突然却察觉到不对 扭头望向了蜷缩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太太 他因喝了咖啡 红润了不少的脸庞 又一次变得清白 气场颜色和情绪颜色已然消失 克莱恩站了起来 下意识伸手探了探老太太的鼻息 在迈克和科勒诧异的眼神里 他沉重说道 他死了 迈克张了张嘴巴 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科勒则在胸口点了三下 苦涩笑道 我就知道他撑不了多久 在东区 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至少他填饱了肚子 在温暖的地方死去 希望 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克莱恩沉默了片刻道 科勒 你去找警察过来 好的 科勒再次于胸口点了三下 跑出了咖啡馆 老板望了这边一眼 并未过来 似乎这不是什么 太需要在意的事情 过了一阵 一个穿着黑白格制服 提着短棍 别着手枪的警察 进入了咖啡馆 他看了看死去的老太太 稍微问了迈克和克莱恩两句 就摆了摆手道 没事了 你们等我找人来把尸体收走 就可以离开了 就这样 迈克恶然出声 他对东区明显不太熟悉 那名警察喝了一声 这种事情 东区每天都有好多起 他眼珠一转 望向克莱恩和迈克 你们不像是这里的人啊 叫什么 什么身份 迈克拿出了记者证 克莱恩则说自己是保护他的私家侦探 那警察顿时板起了脸孔 看着克莱恩道 我怀疑你非法吃枪 我要搜查你的随身物品 请你配合 否则将视为拒捕 迈克一下变得忧虑 因为他知道 私家侦探普遍非法吃枪 克莱恩面无表情 地摊了下手道 好的 他任由着那位警察搜身 但对方什么都没有发现 等到老太太的尸体被送走 失望的警察随之离开 迈克握起拳头 锤了下桌子 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了这里 他却只想着扎非法吃枪 说到这里 迈克侧头望向克莱恩 疑惑道 你没带枪 克莱恩摇了摇头 从桌子底下抽出了枪带和左轮 平静说道 作为一名侦探 我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作为一名魔术师 他能把手枪摆到对方眼前 却让对方发现不了 而且 由于没去买普通子弹 非凡子弹 又暂时被丢到了挥雾之上 他的左轮目前是空的 不过这不妨碍 他用手枪射击 只需要在扣动扳机的时候 用嘴巴摸你一声砰就行了 见状 旁边的老科勒低语了一句 原来你是侦探 克莱恩指了指麦克 随口解释道 我上次也是受这位先生的委托 麦克坐在那里 没有反驳 沉默片刻厚道 我虽然也调查过黑帮 见识过一些妓女的悲惨生活 但对东区的情况并不了解 你们帮我看一看 这份调查采访计划 有没有问题 他边说边从衣服内侧口袋里 拿出了几张纸 展开在咖啡馆的桌子上 克莱恩瞄了一眼道 对不同年龄层次的 东区居民的采访 这太麻烦了 我觉得可以按照地点来划分 较好的公寓 五六个人挤一个房间的公寓 街道避风的角落 公园的长条凳 以及酒吧 寄评院 另外 可以分上班时间和休息时间 迈克认真听完 点了点头 不错的思路 克勒你的看法呢 老克勒捏了捏鼻子道 我不认识单词 不过 我觉得侦探先生说的没问题 迈克想了想 修改起了计划 然后说道 那我们先去附近的公寓 随意挑一栋